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本来就有感情基础嘛 也是朋友 可能中间没 他没花心思追过我 因为在一起比较简单嘛 然后就对我特别不上心 这点我非常不满 我也跟他说过 他说他不会 想不到 但是时间以后时间这么长 他要一直想不到 一直不会的话 那我觉得以后我们还会因为类似的问题潮 那我如果想如果这样的话 那还不如趁早分了呢 我觉得情侣间那个惊喜啊什么的 平时也行 不一定非得放在七夕啊情人节啊 太刻意了 不好 然后他就老拿这个说事跟我吵架 分手什么的 我说情侣间怎么能把这个分手 天天挂在嘴边吧 我就觉得他可能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喜欢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南27岁 来自河南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小南 有请 女嘉宾小陈24岁 同样来自河南 金融从业者 来 有请小陈 有请 欢迎老魏啊 谈恋爱多久了 有半年了 才半年啊 对 今天谁要来啊 是我要求过来 你要求过来干嘛呀 这段时间我们老是出现各种问题 也老是吵架 矛盾也不断 然后呢 我和他也谈过 但是他这人脾气比较倔 听不进去 想来节目 然后看一下情感专家给的建议 说说吧 怎么了 就好比我们在一起之后 过的第一次非常重要的节日 是我们的恋爱百天日 那天也正好是七夕 中国传统节日 关键是他什么也没有准备 我就觉得他特别对我不上心 我不是说没有准备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七夕嘛 我们刚好一百天 真的是一百天 对 然后呢 他特别在意这个 然后是我也挺在意这个日子 一百天了嘛 我说纪念 然后是那天 就是都知道七夕节 就要回家陪女朋友干啥的 我们领导当上天就说了 今天工作完再走 要不然谁也不能走 你工作完 男人应该下班再走嘛 对 但是他着急你知道吧 他性子特别急 不是 因为平常他下午 他工作的时候 下午时间比较自由 那天他没告诉我 讲说他领导要求他加班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说买树花吧 我们楼下刚好有个花店 我说就买了一树花 买了一树花 写了个贺卡 我说赶紧送过去 先有个花 然后是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一块吃个饭干啥 惊喜都在晚上嘛 送花的打他电话打不通 一直就打不通 早上九点一直打到 中午一点多 那我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而且再说 哪有男朋友送女朋友花 快递过来的呀 而且还没个贺卡 我真走不开 就是因为怕他性子着急 抱怨干啥 我说先送个花过去 我用心 结果人家送不到 他就一直抱怨这事 到晚上吃饭那会儿 又是人家女朋友 男朋友怎么怎么地 女朋友收到什么什么 我说咱白天不是有事了吗 送了个花 晚上咱一块吃饭 结果那个饭也没吃好 不欢而散 闹了半天 一直说一直说 就这事 不是这样主持人 他不是一次两次这样的 三分四次五次还是这样 就像我过生日那会儿 还有生日 哎呦 那什么都没准备也是 又是说有事 公司上的事 然后到最后也是这样 我这人就是比较粗心大意 你要说今天周急我知道 你要说今天9月9号 我真记不得 那天就是家里有个事 你女朋友生日是周急 我这真没记住 我知道9月9号 然后是就是家里边有个急事 就说回来一趟吧 老家有急事 我说行 回去了第二天 我翻手机突然一翻 我说刚好今天过生日 然后我就赶紧往那边赶 我赶过来那会儿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他给订的饭 他给订的饭 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吃 吃的时候他也没说啥 吃完饭他说礼物呢 我一想我说 到晚上回来啥还没准备 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说 我说咱明天吧 我说明天我给你备上 我一说他就不行了 他就毛了 他越来越火 哪有过生日送礼物 还得改天啊 肯定是当天送你才有意义 过了不就行了 干嘛非要送礼物呢 那我真是回来晚了吗 那有事 那你提前咋 几天咋不准备呢 我之前 那咱俩过来 咱俩这是咱俩好意来 第一次我过生日 你生日那时候 我咋跟你过的 当时我们 他生日的时候 我们俩还没确认 男女朋友关系 当时几个朋友 一块儿过的 因为玩得比较好 说得比较好 我就给他 自己制作一个DIY蛋糕 给他过生日 当时他也比较感动 强烈地对比下 我就觉得 我们那会儿 就是说在一起 确实是因为这个生日蛋糕 因为那会儿 我们不是特别要好 但是他特别地细心 我就看上他细心了 那个DIY确实 我感觉特别地细心 最主要的一件 就是说特别让我生气 最主要的 就是我妈住院那会儿 就今年9月份 然后当天 我跟他发微信说 当下午我去的医院 然后下午都在忙 那个住院手续 晚上的时候 我才得空 我跟他发微信说 我说我这会儿 差不多快忙完了 你那边怎么样 你为啥一直都 不给我打个电话 因为中午的时候 他知道我妈住院这个事 他也知道 我几点回了家 但是他一直 没有给我打电话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他才跟我说 昨天晚上什么同事聚会 公司有事 然后又是喝醉了 又是睡着了 在我最无助 最崩溃的时候 他都没在我身边 当时那种情况 我心情特别糟糕 想了一夜没睡 想了很多 就觉得这段感情 那天家里打电话 那会儿咱俩是在一块的 然后家里打电话 说是阿姨那天 受了点外伤 我怕他着急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 时间还短嘛 就没到见 双方家长那份上 我就说 我说你先回去 我稳他心脏 我也没要求说你到医院 我说你最起码 连个关心的电话 你都不打 而且每次遇到事 你都是同事聚会 喝醉了 睡着了 每次都是这样 我能不生气吗 这事哥 谁心里心里都不舒服 没有每次 我说你先回去 然后到就刚送走他 然后同事就打电话 说晚上就是老总 就是聚会嘛 说是要聚会 我说行 我就怕耽误事 微信里边我跟他留言 我说你有事 直接打电话 不要微信 我怕看不到 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然后就是聚会了 那天晚上喝酒 确实没喝多 但是我比较困 我睡得比较早 到11点50多 他给我发了个微信 他说我医院那个事 安排完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吧 当时我确实没看到 我第二天早上看到了 我就给他打回电话 打了几个 就不接 然后微信给我 就直接发过来 说咱们分手吧 当时给我气的呀 这真的 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半年 这都不是第二次了都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提分手啊 第一次 第一次更奇葩 第一次他下班了 我们家离公司也不远 然后是他说你接我吧 我说行 刚刚那会就来个电话 然后同事说 有一个业务嘛 就是你要不要做 我说行 然后我就赶紧 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说那个 我谈了一个业务 你稍微等一下 可能慢一点 我过去接你 他说行 结果人家一打 打的时间有点长 估计半个小时那会儿吧 然后我 他着急了 他又打过来了 打过来了 我说行 我过去接你 我过去接他 当时就过甩脸色 不搭理我 然后回屋之后 直接跟我说 咱分手吧 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干啥你 不是主持人 情况不单单 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时我让他去接我的 那时候我登上高时鞋 走了一天 我真的很累 虽然公司离他家比较近 但是我还是想让他来接我 然后说让我等吧 我说好 那就等 然后这一等 就是办了多少 将近一个小时那样 然后我当时就发唬 我这人特别不喜欢 不守时的人 然后他这一个电话 打了可长时间 而且最后 还是我打过去问他 你来了没有 每次都是这样 他每次就遇到事 老给自己狡辩 老是不主动说 不是这个 我主要觉得 你没事 你老爸那个分手 挂在嘴边干啥 虽然说我们 就是到现在 你看他半年 说了两回 我特别生气这事 你们俩就这么闹 你们这些朋友 怎么看你们 他不让我跟周围朋友说 一个都不让他说 啥意思 就你们俩的恋情是秘密的 我没有不让你说 只不过 因为之前我们是同事 在一个公司 一个办公室里边 然后我这人 不喜欢办公室搞恋情 但是我们没确定 对男女朋友关系 以前我们就是朋友 在公司也有共同的朋友 当时就一块出去玩干嘛 老是有人窜坐 我们在一块 那时候没感觉有啥 不让公司说 我们一块出去玩 他做得更过分 一块出去玩 我说作为一个男朋友 就我去点个菜干啥 这就是男生干的事嘛 我去点个菜 我点啥他都不吃 点啥他都不吃 他口味比较重 我口味比较清淡 大早上 我只想喝杯清淡的时候 他点了一堆油腻的菜 大肉啊什么的 我就不想吃 他就觉得我甩脸色给他了 现在还在一家公司吗 没有 现在不了 是因为男女朋友 所以走了是吧 一部分吧 然后就是白天 我们一块去玩那个水嘛 就划船 还有漂流 我给他递毛巾 那山里边 早上嘛 他其实还是挺冷的 我递个毛巾 你擦一擦吧 我举了半天 他都不理我 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 那会儿都大中午了 而且那时候在玩漂流 就是在那个船上很急 都 大家都是互相泼水这样的 那我不是怕你就是老了吗 那我不是怕你就是老了吗 你老是想太多 那次有一次吵架的时候 他都给我撂下一句话说 没有遇到你这样 我都没想过要搞对象 或者怎么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哪有每次都说 没有每次都说啊 他说了什么你就着急了 你再把那话说一遍 我没听明白 就是没我搞对象之前 他们没想过要出对象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是从一个侧面说 你让他 对 他在生气的时候 说这句话 那我就理解 你的理解是 你是不是就没诚信 要给我搞对象 我不是这样的 因为啥 因为就是我接触的社会 还比较短嘛 刚退我 回来之后我就想 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 我也不拉他干啥的 我自己打我卫生 自己做饭 我就觉得挺好的 我就没想着 就是说要找一个对象 之前他也知道 有人给我表白干啥 我都拒绝 我说自己想过 过个一两年吧 然后就到他了 我就觉得不行 这姑娘确实挺好 细心温柔 我就想跟他在一块 我当时是这么意思 我说要不是你 要换个人 我就不要他 这个意思 就是你曾经 还是个抢手货是吧 大家也知道 他老是这样 遇到问题 老是说自己怎么样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 都闹得这么不愉快了 为什么不分手呢 他有时候 他就脾气特别着急 他就一遇事冲动 你知道吧 他特别冲动 什么狠话 他就往外撂 但是其他的 他人确实好 特别好 特别细心 你呢 因为平常 他对我各方面 都挺照顾的 对你照顾的还比较好 就这人讨厌是吧 就那个倔脾气 老是不主动 然后让我觉得 这几件事 七七节 还有这个恋爱百天 认我生日 包括最主要的 就是我妈住院这个事 知道了 他老是不主动 谢谢 我不是不主动 我都准备了 但是刚好他都有事 那你回回都有事吗 少说两句 让我说一句 好 一起进入 邱比特门卷 来 来吧 于东 在感情面前 一对刚刚交往半年的新人 这个时候应该还是热恋期 这个时候两个人 在彼此的行为模式上 互动方式上 应该还都是抢着 主动 去表现 因为是热恋期嘛 我平时的话 我觉得我做什么 也挺主动啊 做饭啊 你不太主动 就是他 我们俩说的主动 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那个主动是什么呢 比如说 他生病了 他需要援助了 他需要帮忙了 不要等他开口 他心目中期待的 那个你做的行为 就已经出现在他眼前了 那个叫主动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是要等他 给你任何信息 来指导你应该怎么做 而是你要提前判断 我的女朋友 她未来有可能 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有没有准备 或者是我现在 做的这个小动作 会不会让他觉得 很幸福感 很快乐 很感动 主动 主动去想你们 明天的事情 后天的事情 下个礼拜 下个月的事情 这个是我觉得 可能热恋期的情侣 一个非常普通 不能再普通的一个 行为习惯了 行为方式了 男孩要主动 对女孩 女孩要主动 对男孩 因为你们才交往半年 对不对 新鲜感还远远没有过去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你知道 刚开始交往的情侣 其实就像懵懂的孩子一样 我们可能什么东西 都不主动联系 可能是因为当下 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不代表什么 但是主动的那一方 它一定说明问题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要让你知道 我爱你 所以在热恋期的男人和女人 主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怎么可以容忍对方 对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投诉 我妈妈病了 结果我想找一个依靠 一个心理的寄托 哪怕是一个电话 一通电话的安慰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让你心爱的女人 在热恋期的时候 对你提出这样的控诉呢 对方的妈妈 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正是你需要表现的时候 机会来了 你明白吗 明白 不要太死板 你要试着去积极一点 主动一点 如果前提你认可这个女孩的话 你愿意跟她有更好的明天 和未来的话 你要积极一点 要主动一点 好不好 加油啊 我看好你们俩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不太会谈恋爱 有点抓不住女生的心思 是 而且也觉得谈恋爱有点麻烦 你刚才有一句话 就透露出了这个 你隐藏在内心的一个小声音 就是你说你一直觉得 一个人挺好的 你也会做饭 也会收拾家 你一个人就可以来得了 再找一个女朋友 后面的话就没说 我听你说 就是觉得谈恋爱有点麻烦 谈恋爱就是麻烦 因为要花心思 如果你不花心思的话 这恋爱会给你带来 更多的麻烦 你爱的那个人 就会变成 难缠的一个女人 所以 如果要是选择 进入了一段恋情 就要花心思 就是麻烦 不是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的 女人的心思就是得猜 但说到猜心思这一块 我想说一下女生 其实在你们两个人的 感情问题当中 我不觉得男生的问题 有多么严重 多么大 反而是你 因为你在 跟他在一起之前 你应该就了解过 他这个人的品性性格 他其实看上去 就是一个很木讷 或者说很直给的一个男人 就是你要怎么样 你告诉我 我照做 但是你别让我猜来猜去 最后没猜中你的心思 你就乱发一通脾气 然后提分手 在他看来 分手这两个字 非常的重要 不是随随便便 就说得出口的 所以你如果了解了 他这一点 理解了这一点 就应该换一种交往的模式 每一个女生都希望收到惊喜 对纪念日 对这个日 对那个日 都有期盼 有憧憬 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能够做到怎么样怎么样的形态 但是那些有很多的东西 都是我们看到的 电视剧里面的东西 不是每一段现实当中的感情 都会真的 能做到那么完美 做到你心里面的那样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段感情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要接受他的不完美 他可能在这段感情当中 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确实他可能怕麻烦 觉得花心思很麻烦 但是你要教他 好不好 好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善达老师 来 图老师 真正的爱情 有道而无数 道就是爱你的那颗真心 数就是恋爱的技巧 如果一个人有道而无数 说明他心里想 但是目前不会 不是说他心里根本不想 所以才不愿意去做 这不正是好事吗 说明他还很单纯 那如果说你喜欢的一个男人 是有数而无道 像现在有些男人一样 谈恋爱一套一套的 你喜欢 说什么都特能来事 就是没有一颗真心 你喜欢 所以如果你内心能够确认 你面前的这个男人是爱你的 只是他缺乏一些技巧 你应该觉得欣喜才是 因为你出现在他的生命早期 你可以拥有他的单纯 而如果说 像你自己所说的 哎呀他这个也不懂 那个也不懂 我要去教他 教他就没意思了 应该让男人自己去悟 如果一个男人有心 你眼睛只要扫了 那个耳环一眼 他明天就给你买回来 你只要这一次点了什么菜 他下次就记得 他就会给你喜欢吃的 如果用心就会这样去做 当然这个东西要你自己细细地去体会 他到底有没有用心 不要找一个套路很深的男人 因为那样的心是琢磨不定的 所以看你自己感受了 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他对你是有一颗真心的 你就好好地把握这份真心 至于树的层面 也要靠生活本身来磨合 好吗 好 祝你们幸福 这生活里面不要客舟求见 所以客舟求见就像姑娘这样 你设定好的一个方式 让别爱上你的方式去恋爱 自然一些就好 谈恋爱最重要的是经营 学会去适应 别那么挑剔 谁谈恋爱一找的 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个 没有吗 都是互相经过打磨之后磨出来的 就这么点事 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可以吗 可以 你同班同学的母亲住院了 当时你们俩在一起 你要做什么 我 你同班同学的母亲住院了 他身边就你一个同学 没其他人 他觉得心里没有着落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我 他需要什么 我就给他什么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我安慰他 我就安慰他 他需要钱我就给他钱 他什么都没说你做什么 我给他打个电话 姑娘看见没有 不同的人其实在生活里面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的回答 有错没错 我觉得是没错的 就是在他的认知里面就是这样的 还有人的答案是什么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我应该陪他去医院啊 因为医院挂号烂七八糟的 我就应该陪他去忙前忙后啊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回答 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找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在最基本的上面冲不冲突 你自己去考虑 男生也是一样 好吗 好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因为最近确实是事挺多的 然后好多事惹得你也不开心 我确实很抱歉 但是我真的是喜欢你 我就想咱们这个感情会越来越好 然后咱们慢慢地会结婚 咱们一直在一起 我给咱俩闹矛盾闹这么多次 我也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但你一直就是这种倔脾气 也听不进去我的建议 那想游日子还长 你要一直这样倔气 脾气不敢 那以后日子真的很难走 我这个脾气肯定会越来越好 肯定不像以前那么直了 我肯定会慢慢该好的 我们都在想象 给我安慰 谢谢两妹 请回吧 请回 半年的一段恋情 双方已经就很多问题 产生了意见和分歧 女生是满怀着委屈 男生又是一脸的不解 男生觉得我只是这个技巧不好 我是真心地在对你 可是女生却会觉得说 到底是因为技术呢 还是真心呢 其实在这个背后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因为对一段情感的理解 大家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 相处的两个人 是不是觉得舒服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那种教条主义 随心而动 因为这才是恋爱的初期 只有半年 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 会给这对年轻人 一些启示和启迪 来看看 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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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沙大老师送给你的 说以后在吵架的时候直接堵嘴是吧 就这个意思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 好好磨合吧 请回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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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开心的就走了啊 行 挺开心的 但是从一个侧面又告诉我们 人不可能是完美的 慢慢来吧 祝他们在磨合当中 碰撞当中 抓住最真的幸福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其实我真的很爱他 但是对他来说 我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 那他父母一出现 我就是变得一文不止 我就想这段感情聚下去 就只有伤害了 所以我想还是分手吧 他很多的时候 都会特别地依赖我 什么事情都需要我做 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事 也会不知所措 我不可能所有事情 都是顺着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伤害了他 但是我真的不想分手 来 掌声有请 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马千香 24岁来自黑龙江 外卖送 女嘉宾萧女士23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戴叶 来 有请 欢迎两位 女朋友 对 谈了多久 我们认识一年 在一起半年 我听说你们今天来 主要是因为你对前女友念念不忘 是吗 对 你看 就是他之前前女友给他打电话 他没在跟钱 然后我给拒接了 然后他那个就是前女友到那个店里去找他了 那个时候已经完了 对 对 我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她就有点不太开心 可能我对她语气不好了 她跟我说 说就是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说你要就这么不耐烦的话 说那个咱俩就别在一起上班了 我说不在一起 我说总拿这个事威胁我干什么 然后我就直接去辞职了 脾气挺大 对呀 所以到现在我俩都没有工作嘛 那你不是还在这店里吗 正好吗 她说不干我也说不干了 就是你们俩所以现在都失业 对 失业之后 然后她就是干了有半个月外卖 然后又整了段时间电脑 就是工作一直都不稳定 所以工资也就是没有太多钱 所以现在的生活不太好是吧 非常不好 然后就是这期前她妈不来了嘛 就是因为我俩就是交往半年多 我就想有个结果嘛 谁想有结果 我想有个结果 就是如果能在一起的话 就是结婚 你要跟她结婚了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意思 就是在那个哈尔滨 就付个首付十万块钱 然后她跟我说 那个她妈又来 说又看看什么情况 看看我俩 然后那个来了之后 就是可能也不太喜欢我 后来她妈就是要走了 就跟我说挺多难停的话 就说什么 就是不想我俩在一起 而进她家 就是蛮多得有什么腐贩 有缘再见吧 我觉得当时我就特别伤心 你当时怎么表现的呢 我那时候其实我也没出声 那个时候其实 我其实我妈说不太喜欢她 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法说什么 你说那边是母亲 那边是她 你说我能帮着谁说话 只能说她走了 我说跟她说好话 我妈走了 我跟我妈说好话 我能怎么办 只能在中间夹着 她就跟我说的时候 说两个人一起面对 然后后来她就什么都不管 然后她也不做什么表现 现在不是不做表现 她妈走之后 然后她也跟她妈回去了 她告诉我说 她半年 那个回家还钱 半年之后 然后让我等她 那时候我回来 然后她又走了 走了之后 完了她又回来了 她之前都已经跟我说得好好 让我等她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看她手机里 跟别人说我俩分手了 说回家就分手了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我就想明明让我等你 为什么就是跟别人 可以说那样的话 跟别人是谁 我也不认识那个人 是个女生 那个是我家一个邻居 她问我 然后我就一直 能不能给我个结果 你这样一样 我太不放心了 然后我说 要不实在不行 我说你拿六万也行 六万然后剩下四万 咱们两个一起攒 然后结婚 然后她也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将来 条件是拿不出来这个钱 那你们俩今天来这儿 是要干嘛呢 来这儿我就想 就想要个结果 啥结果呢 这不是才半年吗 反正要是在一起的话 就得结果 要不然就分手 对 行 你们俩这半年的事 听起来都累 其实说白了 咱们这么说行不行 姑娘 我有说得不对的地方 你们修正我 你跟这个男生 交往了半年 在这半年当中 你们的主旋律是 钱 还钱 对吧 工作 想结婚 没钱结 把南方的母亲弄来了 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对还是不对 对 现在你们俩跑到 这个舞台上来说 我们半年了 我们要结婚 女生说你告诉我 你娶不娶我 我理解得对吗 就是如果要没有结婚 的话也告诉我 行 你今天给我料取明白话 你是娶我还是不娶我 这是你的意思吧 男生 女生的意思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现在因为家里没有钱 我只能靠我自己的办法 等我把这钱换完之后 我把我所有的工资 我留个生活费全都给他 放他在那掌上 你等掌上个钱 你可以看到 他刚才是我的人都也跟我说 说以后有什么什么 我都写你名 我都给你 最后你人就走了 那你还要嫁给他 为什么 还是放不下 放不下 放不下 你呢 一样 你放不下什么 有感觉 就是我这一段感觉 就是为他付出也很多 就是为什么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你呢 我遇到一个 对我这么好的女孩 我会珍惜她 就是因为这个 好了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笔特份券 张老师 你都 男孩二十四岁 女孩二十三岁 花样年华 为情所困到如此的程度 就让人觉得特别的心疼跟可惜 在爱情保卫的道路上 我个人觉得主要的矛盾 是我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和我们自身不够强大的实力之间 的矛盾 这个实力我个人理解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经济实力 第二是认知的实力 也就是你对爱情的认知 你的爱情观 成熟的实力 我很难想象 在经济实力和认知不够成熟的 这双重实力 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就谈情说爱 还勉强是OK 但是谈婚论嫁 显然太早 这是第一个我的认知和理念 第二个 一对年轻男女 出入社会 彼此爱的山盟海誓也好 走进婚姻的殿堂也好 这是每一个 深陷在爱情漩涡当中 年轻人的权利 想结婚是你们的权利 没有人阻止 你们自己挣钱呢 一定要买房子吗 可以租房子啊 所有的出租屋里面的婚姻 都不幸福吗 未必 为什么就一定要 逼迫对方的父母 帮你们出钱买房子 这样的要求 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真的是好好 好好反省一下自我 你们啊 你们一定要记住两点 结婚是权利 每个年轻人 毋庸置疑的权利 没问题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把一手 好牌打得这么烂的原因 你知道吗 因为你太弱了 你的实力根本不允许你 想要得到和支撑 你内心的那份美好的爱情 你没有这个实力啊 经济实力你没有 认知的实力你也没有 所以你现在你觉得 即便男孩答应你了 无论从什么渠道 拿回来一笔钱 买了房子了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我也不看好你们的未来 因为两个人对于爱情的储备 对于认知能力的准备 包括经济能力的准备 还都是零刚起步啊 你有什么权利 你们俩有什么权利 谈婚论嫁呢 岂不是给双方的家庭 平添了很多很多的负担吗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 如果你们真心觉得 你们爱的没有任何的疑问 那就考虑明天的事情 就像我们总在这个舞台上说的 就该规划了 可以规划了 对吧 可以谈婚论嫁了 那好了 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吧 条件是不差的 好手好脚的 在哈尔滨想要得到一个 虎口的营生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城市 我也生活了好多年 绝对不要自怨自意的 怨天尤人的 你要改变 靠自己啊 要幸福靠自己啊 妹子好好想一想 好不好 把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泪水都收起来 放在自放在自我提升的 这个这件事情上 这是你最重要的 不是求求你娶我吧 而是把自己 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让他天天跟你说 宝贝嫁给我吧 求你了 嫁给我吧 这样你才会有幸福 好不好 男孩也是喜欢他 爱他就说清楚 不喜欢不爱他 也不要因为短暂的寂寞 而强扭在一起 好不好 你们两个年轻人啊 好好想一想 爱情不是儿戏 如果真的谈婚论嫁了 就好好准备一下 你们需要具备那个实力 好不好 好 加油啊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莎娜老师 谁告诉你 谈了半年的恋爱 就一定要结婚啊 没有 谁告诉你的 没有 这样的男人 你结了婚能怎么样啊 你结了婚之后要干嘛 就证明你比他前女友强了 就证明他爱你 你爱得比爱前女友多了 嫁给他就是能证明这一点是吗 你现在不就是要这么一个结果吗 他我不想说太多 反而要说你 你爱得这么卑微干嘛呀 你是嫁不出去吗 二十三岁就害怕嫁不出去了 你的个性里面有一点是很可怕的 爱攀比 自己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特别爱攀比 爱攀比指什么 不光其他的方面 各个方面 包括感情上你也攀比 你攀比 他你跟他的前女友 他爱谁多 你用这个攀比来证明 他爱你爱得多 就是当你在追求的不是幸福 而是你比别人要更幸福的时候 你离幸福就会越来越远 听明白这句话了吗 明白 所以先自爱 自尊 自重 别人才能同样地爱你 别再求着嫁给他了 没他你活不了啊 对不对 男生我觉得就是 很简单的一点 所有的事情都在用借口来圆 圆来圆去最后把自己圆进去了 圆不了这样的谎 如果是撒了谎 或者说的不是真心话 就不要找借口 干脆沉默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想找借口 或者找理由去圆你说的谎 那你还不如实话实说呢 所以诚实一点对待感情 也对待自己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图老师 女生说放不下对不对 男生也说放不下对不对 对 女生的放不下是因为不甘心 男生的所谓放不下是要面子 先说你 因为这个女人跟你一起还了债 你不想让大家说你是个负心汉 所以你也是傻 他的债你干嘛要跟他一起还 说实在的从外在条件来说 你比这个男人要强 你就那么想嫁入他们家 你在没有嫁进去之前 他都可以这样对你 这么不在乎你 罔顾你的感受 你嫁进去了之后 你以为你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吗 你以为谁会尊重你吗 大好的时光才二十三四岁 没有时间去谈第二段感情 没有时间去经营一下自己的事业吗 没有吗 有 男生 没有什么好要面子的 一个女人是帮你一起 共同承担过债务 你应该表示感恩 因为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能做到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 因为一个女人 共同跟你一起承担了债务 你就认为为了这丝面子 我不能做这个负心汉 把真话说出来 往往是一个男人的孙爷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来 小伙子 今天其实姑娘来这儿 大家说了她这么多 人家就想要一句痛快话 你是不是爱我 你要不要娶我 对吧 这话不是很简单一句话吗 想好了就给人家说 我压根没考虑过娶你这件事 这也是个话 对吧 或者说我就认为我们俩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发展到能娶你那个地步 你跟人说实话不就完了吗 刹那老师刚才那段话挺好 就天下的女生 就看看这个挺好的 就咱谈恋爱 急着嫁人都行 但是咱不能谈得没自己了 你求着嫁能嫁好吗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反正你就告诉我能不能给我 我和你在家里 就像今天咱俩在这儿可能只说了一些 就平时我什么样的 现在我改变了什么你也能看得到 因为咱们每天都 每天可能基本上都可以见得到 我什么样我再改变什么你也看得见 刚开始我什么样 现在我什么样 你也看得见 我现在 我现在规划 我的生活规划里有你 我也没有骗你 骗你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就是咱俩除了一些 当日一些人说了一些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但是给我点时间 我把我现在给 当时我把规划给你 你看得到我之前跟你说过规划 然后你觉得这样行的话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是不是 我把童话想得太美好 难道爱你竟是我的错 我陷入你剩下的漩涡 无力再去说些什么 人间泪水在眼角花落 难道爱你竟是我的错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你给的快乐 有你陪我那年多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段谈了半年的情感 在这段情感当中 纠葛着夫妻的辞职 纠葛着一些债务的问题 纠葛着一些 男方跟前女友牵扯不清的情感 纠葛着现女友 一直想嫁到男方家里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在这个里面 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大家要和他们自己去选择 请开门 多知识 选择 我们去做些事情 我们去做些事情 就是这样 跟他非常有趣的 找些事情 我 我们去做些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提问 我和男朋友认识三年 双方父母关系特别特别不好 尤其是我父母 觉得他们是外地人 不想交往 我们应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 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感情 如果你们真心相爱 应该感恩对方的家人 而对对方的家人 进行持久的感情投入 总有一天 他们能够理解你们的苦楚 因为人心都是肉掌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三位老师 为我们奉献的如此精彩的生活智慧 谢谢他们 拍视频能赚钱的火山小视频APP 特约播出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士 有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的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